圣诞节 圣诞节就平安嘛 很简短来讲 圣诞节给我的最大的意义就是 平安 很宁静 很享受那种很舒适 很安详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呢 圣诞节很多人就看到很多美食啊 然后一定会有礼物对不对 对 有火鸡 然后就就会想到说 会讲很多你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人 聚在一起谈心 然后送礼物 欢乐 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是有很多爱的呈现的一天 对 你呢 洪荣 圣诞节我觉得 就是纪念 耶稣的诞生 就是这样子 对我来讲的圣诞节就是 从小到大都是 送礼物还有接受礼物的那一天 这是小朋友呢 很开心的一个日子 长大了还是一样 就很喜欢 特别喜欢 就是在圣诞节 之前的那个礼拜呢 去买礼物啊 送礼物啊 也希望能够收到很漂亮的礼物 可是知道了 说它的意义之后呢 我就觉得说圣诞节其实它是一个 表示神啊 送给我们最大的一份礼物的 非常特别的日子 所以特别的有意义 去年的圣诞节很冷清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觉得很不确定 到底要不要庆祝 因为就算庆祝 也觉得好像不喜乐 对不对 然后其实因为我们都说过 是很多人聚在一起 然后交换礼物吃东西 可是变成现在大家上网 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对 好像我姓祖之前 我的圣诞节就是睡觉的 因为帮你拍戏拍戏拍戏嘛 就那天晚上肯定没有拍戏的 就只有个时间 可以让你好好地睡觉 不要来吵我了 睡到26号最爽了 后来就进了诅咒 我的圣诞节就 每一年在平安夜的时候 就跟几个弟兄啊姐妹 一起敬拜敬拜赞美 真的是从大概 十点多十一点 要分享现身 然后就进入到圣诞节 我觉得呢 哇特别的温馨 去年我觉得 哇真的 不懂要干嘛呢 就你看我 我看你 因为你zoom啊 没有意思了 你zoom到一半 那个人没有动了 不懂要干嘛呢 因为 不懂要干嘛呢 对啊 不懂要干嘛呢 对啊 大家一起唱 就是有些快乐 对啊 哎呀 不懂干嘛呢 就我觉得 整个气氛都 都不对 但是我觉得 嗯 我觉得像这样 在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一家真的真的聚在一起 我觉得就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那边 是 像你刚才讲到 我们就平时都会 大群人聚在一起 然后庆祝嘛 然后虽然他冷清像你说的 可是我们就改变了说 OK那我们要怎样让 把圣诞节过得比较有意义嘛 去年 我们就想说可能我们就不用 花钱买礼物啊 或者是吃大餐啊 可是我们可能可以想说 一整年来发现这么多不幸的事情 有没有一件的事情 让你觉得非常感恩的 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感恩的事情 那就当作是一种 圣诞节比较不同的庆祝 所以这种感恩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激发 一个人让一个人觉得更有希望 所以我觉得 虽然去年的圣诞节 感觉很冷清 可是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 可能我们有办法去带一点点光 带一点点希望给大家 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 对我来讲 那一年呢 去年真的是很冷清 然后就觉得 你没有那个气氛 你没有那个心情去庆祝 对不对 可是它就让我得到一个领悟 然后得到这份领悟之后呢 我就觉得说 我更加的有喜乐 而且就更加的能够去面对 所以我就更加的懂得去惜福 更加的去珍惜 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物 像书明所说的 即便说 这个事情可能是 看起来很负面 可是它当中呢 有它正面的意义在 所以当你去寻找的时候 给我找到了 我就非常开心 其实当整个东西发生了 我真的很感觉什么呢 看到受伤很多人 那时候还没有疫苗 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病啊 那个病啊 那个进医院 那个可能不是你的趋势什么 我们还活得好好的 因为我们的工作 虽然可能停滞不前 不过 收入各方面 你还是过着 对啊 每天三餐还是可以温饱 我觉得 那是好处 真的 真的 像他所说 我还没信主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想起 我们以前每次都是 不夸跳 然后开派对的 对 那现在认识了主之后 就是大家 每个圣诞节都是去教会啦 具体的聚在一起 然后庆祝啦 然后传福音啦 对 像去年我 我都忘了去年圣诞节 我是怎么过的吗 说真的 应该是雅Zoom吧 对 就是这样 节俭淡淡的Zoom 还是有那个喜乐品 对 我最大的问题是 我跟我太太的工作方面吧 因为我当时 哇 Sakimberg跟我太太 做了这个公司 两三个又没做 又跑 另外一间又 两三个又没做 又跑 我们家里是有点 工作方面的压力 然后后来我 我当时我还在家 我突然间 两三个礼拜 完全没有课 当时我在 我在想 现在怎么办 没工作做了 然后 后来我感谢主了 看到神的带领 很多神的话 就鼓励我啦 就我慢慢地 跟家里有信心 然后我才 回转 回去做繁地产 然后我自己的 那个时候呢 也面对着非常 艰难的一段时期 因为 明伦 他那个时候 他做生意嘛 对不对 他做生意啊 是有开销的 然后有员工等着要喂的 可是 所以没有办法做 那哪来的来源 经济来源呢 来去资助这样的一个生意呢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 处着非常焦虑的一个情况啦 可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交托 报告 对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有那份平安 去面对当时的那个挑战 和那种压力 所以你知道什么吗 我的见证呢 就是 之后啊 新加坡开放了 可是我们都没得出国 新加坡国人记得 林明伦那里开船做生意 可以带我们去旅游 在新加坡的那个岛屿那边旅游 哇 我们真的是接电话 接到手都软了 所以真的是感恩感谢主 有的时候 我们在黑暗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看不到 那份曙光哦 我们不要泄气 因为我们有耶稣 我们有生 我们有很大件事情啊 我只是觉得 生离死别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得去跟我的孩子们探讨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老公在那边想 我们是不是要跟我们聊一下 如果我们不小心 其中一个真的中冠病 我们还没有打针嘛 还没有接种嘛 那如果我们真的 得去到医院那边 然后很不幸的 很严重的话 你可能会死掉 你可能连最亲的人 都没有办法见到 最后一面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跟大家 一起聊一下这个课题 然后让大家有心理准备 然后我就跟我儿子 他们谈的时候 我儿子其实说他很害怕 然后我就跟他讲 OK 是理所当然的 小朋友都会感觉到这样子 可是我说 如果你活得很有意义 如果你每天都觉得 你已经把该做的东西 都做完了 然后你都有很尽心地 去对待你身边的 每一个人的话 可能你就会觉得 你的平安会在 那可能那个平安 就会盖过你的那个害怕 我就跟他讲 我只是爸爸妈妈 跟你们说的是 可能是我们会在医院 那来不及跟你们说再见的时候 我要你们知道 你们不要为我难过 因为我们会有一天 要在听过我见面的 所以你的难过是因为妈妈走了 可是你应该喜乐 因为你知道我们还会在见面的 所以我们有谈到这种生死的课题 那我觉得它是很真的一件事情 是你会觉得可能现在都不需要跟小孩一起聊的 可是因为刚好那个疫情 每一天都听到 哦 有些人进院 身边的朋友 昨天才见到面 突然间讲 哦 然后弃船不行 然后就到医院去 然后又有很多的一些 你知道小朋友压力大 然后自杀 然后很多这样的很 很怎么样 阴暗的一些事件 然后都一直在发生 反正在家的时间多嘛 你看我们HBL也在家 我们work from home也在家 像你讲的 家庭邻居力的时间很多 就可能要从这个时候 就好好的跟孩子们聊一些 其实有凝聚力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的摩擦 那时候4月6号 1月lock down的时候 我就想 差点了 接下来到6月 然后接下来的日子是怎么样 以前我可以选择在家 我是一个宅书 我选择在家里 我喜欢 可是现在你必须在家里 老婆妈妈孩子都在家里 包括你永远要在家里 你看我看你 刚刚bake的都bake了 刚刚煮了都煮了 刚看了 网剧都看了 还有什么可以做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我就是真的通过祷告 说神祢要给我平安 然后让我去有这个智慧 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还在回到那句圣经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眼前看到没有益处了 然后整天很多 跟女儿讲来讲去 真的没有意思 很烦很闷 当你慢慢祷告 你从上帝那边 识取到那个平安 然后慢慢慢慢的 就把那个人的不完美 看成完美 一样的 我的不完美 照老婆的眼中 也看成是完美 可能真的神的美意吧 我们不知道 让我们一家人 真的在摩擦当中 能够擦出果花 爱的果花 我是祷告 除了给我智慧之外 面对孩子的一些问题 我是祷告给我的力量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累很累了 我觉得好像 我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 而且有的时候 因为孩子 我们做妈妈的 尤其是 我觉得可能我们会比较 比较为难自己 因为觉得说自己做得不好 刚好那个时候 我也碰到我的儿子 刚刚步入青春期 所以他13岁 他会考的礼物 结束了之后 我们跟他讲说 不管你的成绩怎么样 我们就是 因为他很渴慕 有一台自己的电脑 说OK啦 No secondary school 可能也需要用电脑 来做学习嘛 OK OK 就买了给他 就刚好碰上 他没有办法外出 你说他做什么呢 玩游戏 对 然后就这样子 一直game 每天就看他坐在那边 一个年轻的人 应该好好的去外出 去活动 跟朋友去社交 可是他的社交 就变成了 全部局限在电脑那边 对 所以就变成了 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他 应该是在做功课的时候 怎么是 gaming的画面出现 所以就变成了 有很多的争执 父亲也出马了 然后母亲也劝说了 就反正软的硬的 我们都见识了 他就是不肯 不肯听我们的劝告 It's a common problem It's a common problem, right? 对对对 所以当我 当我把这个问题 就拿出来谈的时候 跟我的好像朋友 交回的朋友聊的时候 就发现到原来真的是 这个是我们现今社会 很多父母所面对的 一个挑战 对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过的自责 不要觉得说自己做的不好 我跟明伦两个 就微微哧哭了很多 然后也因为孩子 我哭得比较多了 因为孩子那个时候 也就因为 可能就也面对很多压力 他也不懂了 怎么样的去释怀 他就经常就有些轻生的念头 然后就一直讲 I want to die, kill myself, KMS, KMS 这些东西 所以可能我们也不知道说 他到底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可是在父母亲听起来 你就会觉得说 自己是彻底的失败 人生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为什么他就要选择这条路 然后就跟你讲 所以我不知道 他是要刺激我们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很多 很多时候就会 因为他有这样的 这个轻生的念头 说出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就会 OK, time to pep talk again 就要坐下来谈 因为你知道 当我们做父母 我们觉得有这种自责感的时候 我们会很消沉 然后整个家庭的环境 那个气氛氛围 就会很差 对不对 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 勇敢地去面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们有那个平安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信实的神 我们曾经看过他 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 他所给予的 然后他所给我们 从一个很黑暗的一个阶段 带入到另外一个光明的世界里面 我们知道说 他为我们做过的 而且他是能的 他是信实的 他是可以完全全 我们交托 相信他的 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儿子 他已经走出阴霾了 所以我真的真的是 很为之感恩 感谢主 而且我们之间的感情 现在的关系 是更加的密切的 所以在黑暗的时候 你要永远记得 我们这个神是一个信实的神 他会给我们看到 那曙光的到来 我觉得当你认识神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喜乐 就像现在很多人都会问我 阿明啊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 你今天的身体状况是这样子 你可以面对吗 你能够 扩着吗 我跟他们说 我一定去撞墙了 因为以我那种 比较刚硬的性格 我不能够容许 我的身体是这样子 当然现在偶尔 我还会有那种 所谓的比较 消极的情绪 或者负面的情绪 但是当我真的有一个 依靠 好像刚云所说的 有一个交托 交托是把我的生命 完全交给他去 做一个主宰 所以当我叫这个主宰之后 我里面就有那股 所谓的喜乐 我知道说 有天我会添加 有天我到那边 我是健健康康的 那我在这边的使命是什么 神自有安排 然后就去做 祂要我所设下的那个命定 去做祂要我完成的工作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东西 你有负面的情绪来 好像有时候甚至 我去做了见证 一下台的教会问我 讲到你的神这样厉害 你的脚外不是这样 瘸子残肺 哇 你讲到白咖 讲到残肺 我听得很搞味 可是那时候没关系 我就会说 如果我的情况是这样的话 我依然赞美神 那你要不要来接触这位神 要不要来相信这位神呢 更重要的是 我有平安跟有喜乐 我会被外在的一些东西影响 哪怕我做不到的东西 我依然相信 神会为我安排 所以我觉得就做中神的应许 就有一股从内到外的平安跟喜乐 会被一些东西给影响 我自己是觉得每个基督徒 我们从成为基督徒到现在 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跟神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直有强调那个关系非常重要 就很像一个爸爸妈妈带小孩 你怎么带你小孩从厨师一直到他成长 到成为大人 你的小孩会很相信你 因为你跟他一起走 所以我们会这么相信这个神 因为我们跟他一起走了很多段日子 有好有坏 它不代表说每天都是漂亮的 每天都是开心的 我们也是有非常辛苦的日子过 可是他有带过我们走过这些辛苦的日子之后 然后告诉你为什么要带你走过这些日子 所以他每一次的带领都会间接的让你领悟到他的教诲 你会觉得这个神好棒哦 这个神好厉害 如果是自己走的话 可能我们会跌 或是我们跌了根本不想站起来 可是他偏偏会找到对的时间去这样教你 我就觉得因为有这样的密切的关系 你就会觉得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像刚才你一直提到 你会第一不害怕 第二你不会怀疑 第三你会等待 他慢慢揭晓他的原因 像那个Covid 就算我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就会想怎么办 没有经济来源吗 我可能不会想太多这个 他会到我脑海里来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会这样想 可是马上会想到的 另外一个正面的一个讯息是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我可以带在家里 好好督促一下小孩 好好了解一下 他们是不是会因为这样的疫情 感到害怕 去关注他们的心灵 可能比我现在有没有工作来得更重要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所以我觉得 每一件发生的事情 当你有神的带领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说 它不是偶然的 它不是失望的 它一定会有一个目标 我这几年来 上帝一直教我了 理解不同的爱的一个意思 当小朋友还小的时候 他让我理解到爱 它是有点牺牲的成分在的 就是有时候你不睡觉 你要照顾小孩 他在大一点的时候 像叛逆期 他让我了解到爱的那个理解是 忍耐跟忍耐 就是你要有耐心 到现在 当你开始带小组 带一些信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爱的成分是有时候 你要原谅 你要原谅自己 你要原谅他人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非常喜乐的一面 就是当我可以了解 不只是用头脑 而是心理 我们英文叫做 你会觉得 哇 好开心 我竟然不知道是这样子的 我竟然不知道 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喜乐 真的可以把我整个人 变得非常的正面 然后我也学会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你懂得感恩 你就整个人就会非常的喜乐 当一个人有方向 有盼望的时候 他们自然会有喜乐 因为他们也知道 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又有道路 所以圣经说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生命道路 所以单认识耶稣 他们自然而然 就有那个喜乐和盼望 你们想要不要有一个 不管发生什么事 有那个平安跟喜乐 其实耶稣基督 祂就是喜乐平安的成员 所以你们可以有一个好奇心 来去认识祂 好像认识一个朋友一样 对 生命无常 都会经历喜怒哀乐 可是大家都希望 就生痛苦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的喜乐 很多的盼望 希望 所以我相信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 都会常常邀你到那个教会去听道 然后去歌颂赞美神 如果你不舒服的话 我们也不会强逼你 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愿意 真的要愿意 至少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 认识上帝 所以如果你不想去教育也没关系 但是也恳请你们给他们机会帮你祷告 我觉得从祷告当中 你也可以感受得到 这是你自己跟神的一种接触 我们不能编的 所以我觉得至少你可以让你的朋友帮你祷告 我自己的父母也是非信徒 然后可是他们很愿意让我跟我弟弟帮他们祷告 所以你是有机会的时候 我都会帮他们祷告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会笑着 然后就说谢谢谢谢 虽然还是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觉得至少这样子 你的信徒朋友跟你自己都会感受很不一样的一种经历 人生真的是一个旅程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 你转个弯会遇到什么的情况 可是当你如果说有旅行的伴侣的话 我觉得你心里会感觉踏实一点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旅程的伴侣是神 是个伟大全能的神 那你觉得你的那种喜乐平安 会不会是更加的更加的加剧呢 我选择了跟神一起走过我生命中的所有的日子 从认识祂那一天 我就真的没有回头过 而且我真的就是看到祂在我的生命中 一直不断地让奇迹出现 这奇迹不是那种很大的那种 可能是小小的 可能真的是一种交流 我从中感受到祂 领悟到祂在我生命中的真真的 哈特的好 这对我来讲说已经是足够了 如果说你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份 平安跟喜乐伴随你的每一天的话 那不妨就尝试接受祂做你短程的伴侣 走接下来的这段路 然后再看怎么样吧 对不对 这个在线上看的朋友 我真的很鼓励你也希望你能够跟耶稣做朋友 因为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宗教 因为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宗教 而是跟耶稣的一个关系 祂是我们的兄弟 也是我的好朋友 祂是我的老大 祂是我的老板 多么棒 多么好 所以如果你要有那份平安 那份喜乐 那我请你也跟祂做朋友 记得耶稣不是阿摩也行 祂是我们大家的神 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跟祂做朋友 好不好 祂是我们大家的朋友